小小兵是弯弯红星,宾宾家族的一员,她的父亲小宾宾三十年前也是一位红星,有了小小兵后小宾宾把精力都放在打造儿子身上, 小兵兵两岁就出演星星之我心而出道,小兵兵非常机灵,演技天赋与身俱来的,非常受观众喜爱,她的父亲在小兵兵身上看到了希望,一直致力发觉小兵兵天赋,小小兵的亲身母亲终于看不下去,丈夫用儿子劳钱选择离婚,小小兵的出色演出当年被很多导演看中,观众也非常喜欢这个机灵的萌宝, 虽然她年纪小,但是到目前已经拍了十一部电视剧,四部电影,因为年纪小,片酬都被父亲保管,为了抓住小兵兵的童年,她的父亲让小小兵不断接戏,曾被抱小小兵,一年只能休息四天,小小兵不断接戏,甚至都没时间去上学,直到五岁小兵兵才送儿子去了幼儿园,小小兵的父亲则拿着儿子赚了千万片酬自己挥霍,出入高级会馆买好车,之后娶了小喜, 两人趣味相投,连继母整容的钱,都是来自小小兵的片酬,甚至两个弟弟的奶粉钱养育费用,都由小小兵来拍戏赚取,小小兵的继母在她和小兵兵的父亲拜光孩子的千万片酬后,也选择了离婚,小小兵再次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,不过她有两个弟弟,迷你兵和萌萌兵,迷你兵也在父亲的接手下开始拍戏,想必萌萌兵也会很快上线了吧, 小小兵大伙十层合作拍戏的都是明星大腕刘德华,周渔民,吴建豪,安里轩等,为各大综艺节目邀请作客,其父亲和节目组,利用小小兵缺乏母爱大作文章,让孩子思念母亲,在镜头前难过的岂不成声。 如今十四岁的小小兵背着书包献身接头,比同龄人个个低很多,现在的她因为成长面貌和体型的改变,已经不适合再出演萌宝,成长限制了戏路。 网友表示好歹她爸,现在让她上了学。 小小兵现状非常让人心疼,由于她出生就有异味性皮肤炎,尤其是到了夏天流汗会非常严重,以前会不自觉的抓痒抓到破皮。 在照片中的小小兵手脚皮肤大面积溃烂,看上去非常让人心疼,小小兵以前半个月就着打一次肋骨纯针进行治疗,每个月要花2200元的治疗费。 看到她的现状,很多网友表示非常气愤她爸去来了。